大家好 我是郭彦牧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一 台积电的半导体防线固若金汤 比苹果对华为的防御布置还要兼顾33% 这两天我在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上刷到了一条新闻 新闻的主人公是台积电的新旧两任董事长刘德英和魏哲嘉 说是这两位老兄现在的底气都异常的足 完全没把目前正在积极发展自主芯片代工产业的华为放在眼里 还说什么华为很努力 但是要超越台积电那是不可能的 报道称 刚卸任台积电董事长一职的刘德英 最近在主持台积电股东常会时 被问及如何看待华为正积极发展的芯片代工产业 对此刘德英的答复则是 台积电看重的是自己发展的速度够不够快 台积电永远都会有竞争对手 而当被问到你会不会担心华为有朝一日超越台积电 这一问题时 刘德英原先是想让接他班的台积电 现任董事长魏哲嘉来代答的 但后来这家伙又变卦了 信誓旦旦的说 魏总裁也不用回答了 因为根本不可能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仅刘德英 魏哲嘉也乐观的表示 台积电现在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 我们目前没有竞争对手 并认为台积电未来几年的发展也会非常乐观 魏哲嘉还说 台积电与台积电竞争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台积电的技术每年都会进步 比如明年的3纳米制程技术肯定会比今年的好 而后年的又会比明年的好 所以台积电从来不怕竞争 永远都在赢的那边 谈及如今两岸热议的台海问题 当被问及台积电的客户是否会要求 把他们的生产线移至美国或其他地方时 魏哲嘉则回应称 两岸局势的不确定性 的确是影响台积电供应链稳定的一大因素 台积电有讨论过将半导体产能分散开来 免得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到时候打翻了就一锅熟 然而魏哲嘉又指出台积电在台湾省的产能 约占台积电总产能的八到九成 要想全部移出也是不可能的 身为一家背靠中国讨饭吃的企业 台积电不希望获起消强 否则小小的台湾岛上到时候要操碎心的 恐怕不只是台积电这样的半导体企业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听完刘德英和魏哲嘉两人的这一席话之后 我几乎是立刻就想起了在历史上 也算颇有名气的两位国民党将领 陈长杰和汤恩博 更准确点说是 《大决战大建军》系列电影中的 陈长杰和汤恩博 以及他们所说过的名人名言 陈长杰 我们之所以做困兽之斗 石英认为平静一体 至于城防公事是杜建石主持修筑的 说是第二个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 我原来以为凭借城防公事总可以守上三四个月 没想到到了20日以后 外围不断有激战 很快杨柳青北仓都至今一夜极高释手 我几次向北平总部报告 可总部参谋长却总是那句答复 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汤恩博 上海的城防固若金汤 比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布置还要兼顾33% 你说什么 顾总长 顾总长也得听总裁的 我有总裁守定 上海有价值3亿多美元的黄金银元 命令全部抢运至台湾 在未运完之前 汤恩博要集中精力坚守上海 如该项金银不能抢运台湾 则为汤恩博陈良试问 中正守地 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 总裁根本无心死守上海 等运完了金银 我就撤退到舟山群岛 诸位长官 没有事的 还是先到广东去吧 免得在这里爱手爱脚的 是不是听着就很有亲切感 我把陈汤二人换成刘德 再对他们的名人名言稍加修改 你们再一听 我估计你们会觉得更有亲切感的 二 此次芯片大会战 台积电的技术是3纳米对7纳米优势在无 刘德一 我们之所以留在岛上做困兽之斗 是因认为刘台一体 可借日本之力抵御东风巨浪 至于芯片制程方面的优势 这是张忠谋主持时传下的 说是第二道马奇诺防线固若金汤 我原以为凭借制程优势 我们总可以将半导体制高点 手上个十年八载的吧 没想到到了一日以后 外围优势不断遭到蚕食 很快杨柳钦北仓都只经一夜 极高失守 我几次向华盛顿总部报告 可总部国务卿等人却总是那句答复 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魏哲家 台北的城防固若金汤 比当年汤恩博在上海的防御布置 还要兼顾33% 你说什么 赖省长 赖省长也得听我们拜总裁的 我有总裁首例 台积电台北所部 尚有价值300多亿人民币的半导体设备 命令全部抢运至日本 在未运完之前 魏哲家要集中精力坚守台北 如该项经营不能抢运日本 则为魏哲家刘德英试问 拜登首例 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 总裁根本无心死守台北 等运完了设备 我就撤退到夏威夷群岛 诸位股东 没有事的 还是先到东京去吧 免得在这儿 爱手爱脚的 哦不对 应该是三个 三个国民党员 还有一个重量级的 忘了提 蒋介石 半导体领域 历代大规模军备竞赛 50余次 是非取值 难以论说 但观察家无不注意到 正是在这颗小小芯片之上 决定了多少家公司的胜衰新亡 此起彼落 所以一直以来 半导体就有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之说 当年 先董事长张仲某 率领工程师大军 缤分三路出击 直取技术高点 夺得半导体技术优势之后不久 IBM见大势已去 宣告退位 十多年前 也正是在半导体一域 我有幸亲率百千古干 征讨南韩逆党 李建锡 李在荣父子 大获全胜 我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在谈论着 青蛙溺于温水 仿佛这场半导体军备近赛 对于我们注定了 凶多吉少 十多年前 我从台北踏上征途 开始了台积电的第二次征伐 全球半导体制造业霸权 遂归于一处 本次产品所抱之处 用户结成欢宜 真可谓战尽天时 那种勃勃生机 万物进发的境界 犹在眼前 短短十多年后 尽致于一变 而成为我们的葬生之地了吗 无论怎么讲 此次芯片大会战 我们的技术 是3纳米对7纳米 优势在我 新闻至此 多余的话 就不说了 遵照惯例 用一首老歌来结尾吧 这次点哪一首歌好呢 我本来是想哼一下 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 但是叫对的小伙伴 说这歌在这唱不够应景 刘德英和魏哲嘉 这帮人听不进去 还是唱点当年 和现在的国民党人 都爱听的吧 啥 马云九去年 马云九去年来上海 和平饭店吃饭时 听的夜来香 那南风吹来清凉 那夜阴提升西场 月下的花都入梦 只有那夜来香 吐露着芬芳 好